这件黑人的尸体上剧烈的冒起了白烟 片刻以后 黑人将近两米的身体彻底的消失的无影无踪 只有地上的一滩黄水 这是叶浩轩从记忆里找出来的化石法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这东西有用 所以就配出来一些 放到身上 没想到的是这么快就起到了作用 许若梦一直在酒吧中 叶浩轩跑去洗手间醒酒的时候 他把跟前的福特加灌了足足的两瓶 现在已经是彻底的醉了 这时他还勉强支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去罢了 哦 这位美丽的小姐 你个人在这里喝酒吗 一个老外坐到了许若梦的跟前 这老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这是他打扮的有些非主流 尤其是鼻子上那亮晶晶的鼻环 就像是一头被穿了鼻孔的牛一样 你是谁啊 越是醉 许若梦说话就越正常 他现在感觉很好 因为他终于可以放下一切 有些时候酒就是一副良药 让你彻底的忘记了一切 虽然你醒来的时候会头痛欲裂 但是那种感觉很好 我叫K1 这个酒吧里的人都认识我的 美丽的小姐 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吧 不然的话你不会不认识我的 非主流哈哈一笑 K1 许若梦笑了笑 我还真的不认识 你想干什么啊 我只是看小姐一个人在这里挺孤单的 我想为你节俭闷 怎么样呢 K1嘻嘻哈哈地说 你想泡我 哦 你简直是太了解我了 K1重重地积了一下自己的手掌 他兴奋地说 这位来自窝国的美丽小姐 我今天晚上愿意 替你谈一整晚上的人生理想 老娘是华夏人 许若梦毫不客气地 骂了这家伙一句 哦哦抱歉抱歉抱歉 实在是抱歉 哈哈哈哈 美丽的小姐 我认错了 不过啊 较之窝国人 我比较更加地喜欢华夏人 K1双手一摊道 我现在能邀请您喝一杯吗 你是调酒师吗 许若梦有些 醉眼朦胧地看着K1 啊 是的 我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调酒师 现在 我请你喝的酒 你一定会 终身难忘的 嘿嘿嘿 K1右手向前一伸 他的手心 像是变魔术一样的 推出了一杯 湛蓝色的酒夜 这杯酒的颜色 与天然的蓝色宝石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天蓝色的液体 让人看着就有种喝下去的冲动 这杯酒看起来貌似不错呀 许若梦 感兴趣地接过了 那个家伙手中的酒 他凑在自己的鼻端 一嗅道 不过我不习惯迎人喝酒 你能陪周一起喝一杯吗 当然 K1又把手伸在身后 然后猛地伸到了前面摊开 只见他的手心处 又多了一杯一模一样的酒 你在变魔术吗 许若梦大笑了起来 美丽的小姐 我能请您喝一杯吗 我保证这一杯酒 会给您完全不同的体验 哈哈哈哈 K1哈哈一笑 他举起了手里的杯子 等等 你这酒是用什么调成的 许若梦把手中的杯子凑到唇边 但又放了下来 等您喝完 您一定就能明白这杯酒 是用什么调成的了 K1耐着性子说 那你现场为我调一杯吧 我要看看你怎么调的 当然没有问题 K1把手中的杯子放下 他转身拍拍手道 嘿 伙计们 把我们的家伙是拿上来吧 这位小姐要亲眼看看 我们是怎么调酒的 随着这家伙一喊 马上有几个非主流的年轻人走过来 他们手里推着一个手推车 上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调酒的用具 美丽的小姐 如果您希望我表演一下的话 我也会很乐意的 哈哈哈哈 K1笑呵呵的说 不过这相对来说 要浪费时间一点 你也知道 想品尝到美酒 就一定要有耐心才行的 算了吧 我是个不喜欢麻烦的人 今天晚上就不看了 改天 改天我专程看看 你到底是怎么调酒的 许若梦奄然一笑 他突然又放弃 看这家伙的表演了 那么 我们现在可以喝一杯吗 K1呵呵一笑 当然 许若梦举起了酒杯 他把杯子里的酒液一饮而尽 K1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奸诈的笑意 他同样把自己手中的酒喝完 然后坐到许若梦的眼前 盯着许若梦 看着他的变化 你盯着我看看什么 许若梦摇摇头 他感觉到意识越来越不清醒了 刚才他喝的实在是太多了 他一直都是努力地保持着清醒 不让自己睡着了 但是随着一杯酒的下肚 他似乎感觉自己的酒量 已经到达了极限 没什么 我只是很欣赏你的漂亮罢了 你与其他的女人不一样 K1笑道 女人就是女人 有什么不一样的 许若梦盯着K1道 说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刚才的酒里 你加了什么料 我现在都有些怀疑 你到底有没有喝醉 K1笑了 他脸上刚才那副善意的笑容 消失不见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 阴沉的笑意 我醉了 但是我不傻 许若梦坐直了身子道 而且我也不是随随便便 就任由你这种傻逼骗到的 你的嘴很硬啊 用你们华夏的话来说 那就是死妖子嘴硬 不过我要看看你还能撑多久 K1看了看时间道 我赌你 撑不过五分钟 我只是想知道 你给我的酒里到底加了什么料 许若梦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处境 他最关心的竟然是这个问题 你现在关心的不应该是自己的处境吗 你一点也不怕 K1有些诧异的看着许若梦 怕有什么药 许若梦反问 说吧 你到底加了什么料 你放心 我下的料是好东西 K1得意地笑道 它可以让你欲仙欲死 平时你想拥有的 马上就会拥有 平时想说不敢说的话 也会一股脑地说出来 包括你的银行卡的密码 以及你穿什么颜色的内裤 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 许若梦一点头 你们会拿走我的银行卡密码 然后我就老老实实地说出来 然后你可以让我自己脱光自己的衣服 任由你们摆布 你很聪明 现在药效应该已经起了 不过你放心吧 你会体验一把飞一般的感觉 可以哈哈大笑道 你不觉得 你现在身体有些异样吗 许若梦咯咯咯笑道 哈哈哈哈 你不会认为 我真的把你颤了料的那地酒 给喝下去了吧 你没喝吗 K1有些震惊了 他觉得许若梦说的也并不是假话 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而他还跟正常人一样 这恰恰就是最不正常的地方 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种药的药效 没有人能在这种药下撑过五分钟的 刚才我已经把我们的酒调换过了 许若梦站起来道 我是喝醉了 但并不一定 我就会相信你们这些傻逼们的鬼话 要知道老娘也是失恋过的人 你 K1猛地站起来 但是他现在的脚步已经有些迷醉了 他的头脑一阵地发懵 然后傻笑了起来 若梦 叶好轩这才匆匆地赶了过来 刚才差点着了那个黑鬼的道 这个地方不宜久留啊 叶好轩 许若梦话还没有说出来呢 他就感觉到胃里一阵地难受 他猛地扑到一边就要吐 叶好轩连忙在他的后心按了几下 然后扶着他坐下来 接着在他身上的几位大学上按了数字 随着叶好轩按摩完毕 许若梦浑身大汗淋漓 刚才喝的酒 现在全部化作水 从他的身体里流出来了 出了一身汗之后 许若梦感觉自己好多了 他站起来盯着叶好轩道 你刚才在逃酒 不行 我们继续喝 走吧我的姑奶奶 我们现在有麻烦了 叶好轩有些无语 他拉着许若梦叫走 什么麻烦 不就是这小子吗 许若梦甩开了叶好轩的手 这家伙给我瞎药 好 那你没事吧 叶好轩倒是吃了一惊 没事 他自己中招了 据说这种药 可以让喝下他的人很听话 我很想试试是不是真的 那容易 叶好轩向着窗口一直到 跳下去 本来傻站在当场的K1 他真的按照叶好轩的话 转身走到了窗口 想都不想直接从窗口跳了下去 砰 随着楼下的一声惨叫 以及一辆汽车急促的鸣叫声 这家伙直接把一辆汽车的 前挡风玻璃给砸得粉碎 这家伙被磕得是头破血流 软啪啪的在汽车上 一动也不动 不过这里是三楼 这种高度跳下去应该死不了 顶多唠个残废了什么的 酒吧里传来了一阵惊呼声 大部分的人涌到了窗口 看着刚才从窗口跳下去的那家伙 还真管用 许若梦对这种药的效果那是相当的满意 看来那小子说的话是真的 好了 验证过了 我们现在走吧 叶好轩拉着许若梦离开 边走边倒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弱女子 不过看来 我担心的有些多余了 我好歹也是中医 那家伙下没下药 我一闻就闻出来了 你这么急着离开干什么 惹麻烦了 周风的人追来了 刚才被我解决了 不过我们再不走的话 恐怕会有麻烦 就在这个时候 一群人围了上来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酒吧里的人 他们有混黑的 也有酒吧里的保镖 但是大多数的 是一些光着膀子 浑身上下纹着花花绿绿纹身的男人 完了 已经走不了了 许若梦有些无奈地说 眼前这个架势 看起来是要有一场硬仗要打 不相关的人 现在都滚出去 一个男人关掉了酒吧里的音响 四处扫了一周 看得出来 这家伙在这里是相当的有威严的 他这一句话放出来 现场所有的人都老老实实地离开了 然后有几个小子 把酒吧的门反锁 将叶好轩和许若梦两个人 给结结实实地围了起来 你爸刚刚揍了周锋一顿 然后我们又在这种场合里面玩乐 这原本就不是一件很明智的事情 看着眼前的情景 今天是不能善留了 叶好轩有些苦笑地说 关音响的男人走到叶好轩的跟前 他脱下了自己的西装外套 然后右手一伸 马上有一位小混混 殷勤地为他点上了一根雪茄 知道我是谁吗 男人向叶好轩吐了一个烟圈 不知道 你是谁 叶好轩反问 骂的连我们豪哥都不认识 你还敢来这里消费 一个打扮得十分非主流的黑人 上前骂了一句 我来这里消费就一定要知道 他是谁吗 叶好轩反问 当然 这里是豪哥的场子 你们不知道豪哥是谁 就敢来这里消费 黑人又说 我就要呵呵了 我拿着钱想到哪里消费就到哪里消费 难不成我去街边吃一顿小吃 还要问问这卖良品的老板叫什么吗 叶好轩感觉到淡疼 这些人他妈的到底是什么逻辑 话说回来了 他们真的有逻辑这回事吗 你 黑人上前就想要找叶好轩的麻烦 但是被那个自称豪哥的人给拦住了 你们两个面生的很大 我以前从来没有在这里见过你们 豪哥围着叶好轩和许若梦转了一圈 情人 不是 许若梦没好气的说 你查户口吗 我不查户口 我也不关心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豪哥摇摇头 他转身道 可以怎么样了 刚才掉下去摔死了没有 豪哥还有一口气 现在已经紧急的送往医院了 应该死不了 人群外面有人回应道 死不了就好 免得我还要给他安家废 豪哥点点头 他绕过了叶好轩 走到了许若梦的跟前 小妞 不错嘛 你是怎么知道 这酒里有问题的 傻子也看出来有问题 许若梦没好气的说 这种低劣的手段 也就偏偏无知少女罢了 好嘛 看来是个老江湖了 哈哈哈哈 豪哥呵呵一笑 你们知道我的马仔刚才磕的是什么药吗 不知道 许若梦看了豪哥一眼 可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这要是他下的 也是他自己端起杯子喝的 这跟我可没有什么关系 等等 叶好轩有些混乱 我们得问一句 周峰跟你是什么关系 你们把我们堵在这里 难道不是他下的命令吗 哼 我们这里开场子做生意 跟姓周的有什么关系 提起周峰 豪哥有些生气的说 哼 那周峰又算是个什么玩意儿 他无非就是傍上了M先生的大腿吗 装什么装啊 尾巴翘上天了 他还是周峰 哼 王八蛋 哦哦 那好吧 我弄错了 哈哈哈哈 叶好轩笑了笑 他以为这些人是周峰的手下 但是看起来貌似不是那么回事 这些人跟周峰 貌似关系还有些不大好 那样的话 叶好轩就能放一小辈的心了 因为这附近 周峰的势力比较大 如果说今天晚上真的冲突了起来 他想护去若梦周全 恐怕是有些难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我们之间的事情 豪哥转身向自己的小弟们问道 我们刚才说到哪里了 哎 说到我们的药了 有个小马在提醒他 啊 不错 是说到我们的药了 豪哥继续道 哼 你们反向我们的人下药 这些事情我不管 但是你们让我的人跳楼 这做法有些不厚道了吧 那我们换个位置思考 如果说我中招了 你们会怎么对我 你们会对我手下留情吗 你们会放我走吗 不会 哈哈哈哈 豪哥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们就是玩偏门的 好不容易逮到一个人 肯定会想办法骗出你的钱 然后把你的价值压榨出来 你都不会跟我们客气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跟你们客气呢 哈哈哈哈 叶浩宣笑了 我这个人喜欢讲道理 可是你一点道理也不讲 这恐怕有些不合规矩吧 规矩 他 他在跟我讲规矩 豪哥吃惊地看着叶浩宣 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指着叶浩宣 你们听到了没有 他在跟我讲规矩 哈哈哈哈 规矩 这家伙竟然在跟我讲规矩